戳右边关注我们 每天都有最新娱乐八卦等你批阅 近日 有媒体报道称赵忠祥去世 随即引来赵忠祥助理以及经纪人的强烈否认和痛斥造谣 随后有媒体采访赵忠祥儿子 其子回应称 父亲只是救急复发住院治疗 该媒体还曝光了赵忠祥入住的医院门口进赵 1月14日就有媒体拍到 赵忠祥老师的好搭档倪平老师匆匆来探病 从照片中来看 倪平和身边的小姑娘在说些什么 而她身后挂住的牌子 则是心肺复苏相关的急救措施 据媒体透露 赵忠祥住在该医院的高干病房 随后据该现场媒体称 倪平只是进病房带了一小会便出来了 和赵忠祥的家人在门口说话 全城倪平都眉头紧锁面色很凝重 几个人间的氛围并不轻松 从1991年开始 倪平就搭档赵忠祥主持春晚 一直到2000年 两人一共担任了九届春晚主持 默契的配合让他们成为了观众心中的黄金搭档 倪平和赵忠祥还合体上过多档综艺节目 2013年两人一起做客天天向上 倪平现场爆料赵忠祥抠门 多次调侃吐槽赵忠祥 场面十分有趣 倪平和赵忠祥一直都是一对喜欢护对的欢喜冤家 在上综艺声林奇境时 一登台 倪平就直呼赵忠祥为小赵 要知道 赵忠祥可是比倪平大了17岁 倪平这样以下犯上 赵忠祥都丝毫不在意 也可以看出他们感情的深厚了 赵忠祥和倪平还有一层十分有缘的关系 赵忠祥的儿媳妇是倪平前夫的表妹 也算得上是沾点心了 倪平和赵忠祥之间将近快30年的友情 从台上的好搭档 到台下的好朋友 感情深厚 十分难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